因為我有一份多的房子已經出完了 我想說要來建房子在房子建一個高樓台 房子看不太有現金 你說的那個定情啊 他到底他的代號叫什麼 像一般人都說土地外的比較好 你說的定情啊 是什麼這我就不了解 那你如果說一份多啦 一份多的外的外的外的 那些外的成本這樣弄起來大概多少 因為如果不改這個外 我們想說以後沒辦法收 我們會把料的範圍來 這個高利菜的栽培管理比較麻煩 謝謝啦 好來 來其實我們在說的定情啊 就是大概簡單 應該就是這個比較適合夏季栽培 夏季栽培的一個高利菜 比較多熱 平台我們在說的夏季是平台 這個熱人在種的一種 平靜 所以這最主要是這樣 這平靜很多啦 譬如說 像農友 他就有河風 烈秋 夏秋 但是其實這個都還不是特別耐熱 就是說他可以種比較早 但是他可能 你說很熱的人那時候來種 可能沒有很好吃 但是 某人種了不錯 某人這個很熱的時候去做 人們也覺得好像還不錯 所以 這個有熱不熱 有時候看見到你的通風 並說你的地方 如果通風比較好 我們特別跟聽眾朋友講 其實高利菜 還是說所有的做法 都是學習的 都是悶死的 很少是熱死的 所以 我們在種的時候 就有很多可以去選擇的這個地方 並 剛才說的這個綠秋 這種 這通常 就是他 這都是比較 尤其他有一個高峰 那也很出名 平台比較早的 他差不多八月 國歷的八月 那就可以做 所以 大體上是這樣 所以這種東西 就是 稍微 可以早一點點 差不多八月 這樣就已經算是 算已經 算耐熱的 這個 這個瓶症 但是 一般來說 不太 他的這個 會比較 問題比較多 因為高利菜 例如說 台中二號 台中二號 他這就是 一好吃的 那麼 還有一個就是 228 228 這應該是 非常出名 非常出名的 哈峰 哈峰 這個高利菜 這也是很出名 還有一個 你如果是去問 大概就是 這種 的 這個 情形 所以呢 那些 的 德索 就是 一定 在某人要種的時 一定要去選到 一個 好的 一個 應該這個 好的意思是 比較適當 你說 你好吃 好吃 像牛市馬 現在廣人 如果種牛市馬 那也很好吃 這很早我們就 跟好朋友說過 說一種 什麼 最近是有一個 瓶症 那就是 古市馬 我們說的 牛市高利菜 漸漸的 漸漸的 那種形 比較不像傳統那種 比較穩定的 除此我這個瓶症 因為我們差來這裡 所以他差來這裡 無敵的 他的確實是 到目前為止 在市民上 比我們台灣 大概 沒有一個瓶症 我們的習慣 沒有辦法去 來幫他 這個 算 很難去 幫他 很難 有一個 什麼瓶症 去幫他 取代 簡單說 是這樣 所以 一般來說 是一個 很難 很難去 去取代他 所以 有時候 這個 很難 有一個 比較好的 用來幫他 取代 這種 瓶症 所以 這些東西 就是拿來做 加工 因為這間鋪 所以叫做鋪鋪 所以我們在說笑 就說 頭鋪鋪鋪 都要拐出來 整顆都要拐出來 要好 你看多鋪 要拐出來 這才吃起來 就潤潤 再來就是說 因為 這個時間 如果人家在鋪鋪 他沒有日夜溫差 日夜溫差 沒有平衡 大就大不好 你想說 他有什麼樣的 理論上來說 就是 起來就比較不會 甘 炒起來 但是 生吃 切柚油在吃的時候 也還可以 這些東西 很多 最主要 像 二十八 這包水鋪的首選 這絕對是 這包水鋪的 一種 切柚油 來包水鋪 一般來說 大概是可以去 一般來說 大概是可以去做的 這個地方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在這個鋪鋪 鋪鋪 鋪鋪 一分堆 我們以前在算 都是這樣 這個材 背料 農藥 這個水 水 你如果是要用 水錢 電錢 加上人工 你如果是一分堆 如果是六千塊去做的 這樣 基本上差不多兩萬 到兩萬三 如果超過兩萬三 你就要了解 就是要賺回來的機會 這個 比較難去算 所以 平均 如果我們在算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 一分堆 差不多五公斤 五千公斤 就是說一公斤的一個 成本 算起來 差不多是四公斤 一公斤 基本上的成本 就是四公斤 到五公斤 所以你 鋪的菜 如果是一分堆 一分堆 譬如說一公斤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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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成本 鋪錢 要算不夠 剛才說的 兩萬鋪錢 算不算夠 所以 有時候 這個就是 這個會有 那個差別 簡單來講 所以你差不多 在鋪 就是差不多要一分堆 起碼 起碼 就要有 差不多有兩萬塊的 一個成本 在那裡 大概跑不掉的 就是說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可以讓你 稍微 知道 那麼 通常 通常 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大概就是算 鋪 說 因為我們一分堆 生產起來 五千公斤 若人 若人 就要鋪五千 因為比較小 人可能可以 五千 五千 六千 六千公斤 就是說 你以這個鋪 來把它算起來 應該是有這種的 這個 那麼 鋪起來 就是說 你如果是 一公斤 起碼差不多是四塊 多了 這有的 沒有的 再加一點 拆收的 這個成本 還不加 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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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裏티 雲肥 雲肥 要差不多七瓶 就是說你一公斤要七瓶的 七瓶都送人家吃 就是說你拿錢拜託人家吃 你七瓶的這個成本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超過七瓶 你就是要公斤 公斤如果沒有七瓶 就是絕對要了錢 要拿錢出來放人 自己的工錢可能算不夠 但是你可能要拿錢出來放人 所以這個平均的價格 平均的價格公斤差不多是十三瓶 十三瓶你七瓶差不多 那是那個機會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好像十三瓶的 我們在抓是十三瓶的 這種平均的價格 靠到你的成本七瓶 這樣是不是像這個中間 你有一公斤有六瓶的一個機會 拔的贏 就是說有可能有六瓶 六瓶你如果去生這個 譬如說一到一分底是五瓶 就是說這樣差不多三萬瓶 這是一個理想狀態 請請都賣到十三瓶 譬如說你如果賣到公斤賣到九瓶 十瓶的時候 你一公斤存兩瓶 所以你一分底算起來 差不多一萬瓶 就是差不多一萬瓶 這樣賣到一百萬瓶 這裡面的風險其實還是有的 所以這很多 對我們來說 其實還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你大概是這樣去算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所以有的人在算 有的人在算 就是這個賤情力網路 有一個賤情力網路 玩了還不錯 譬如說他在算各方面 包括這些成本 知道來說 差不多我們正常在賤 一分底兩千五百張到三千 如果人賤比較多 差不多三千 有的人賤三千 有的人賤三千二 三千二一張 三千一分底 你一張就差不多要八角八九角 所以知道錢差不多要三千二千五百幾塊 你差不多要抓在那個地方 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一般你若是賤自己的一個 簡單來說 就是說你一開始 塑制 你還要把錢瘋 進一塊 你把錢瘋der 有些人有的不的又加加的 所以是這樣的 有時候這個政策是會使人瘋狂 譬如說你算了 我們剛才算起來是不是差不多七塊半 就是說你身份包括瘟 瘟差不多一公斤 七塊半 你如果是以一公斤 大概一五千五千的一個生產量 所以你量比較量 包括抓時間你就要三千七千五百塊 剛才有時候有一個兩萬的 剛才不是身份兩萬 兩萬是剛好經理好 這個重重的剛開始 這個後面落肥還沒算 所以差不多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在抓是這樣 所以你把它算起來七塊半 公斤七塊半的這個 這個本子 這差不多是這樣 七塊半 你把它算一大斤差不多就是四塊半的本子 一大斤四塊半的本子 所以我和這個這個客偶的時候就是客偶四塊半 就是客偶四塊半 和這個客偶唱客偶 客偶那些客偶菜四塊半 四塊半 有的說這樣不是剛才沒有賺錢嗎 賺單身貴油不用單身貴油 他的單身貴一公斤剛才賺一塊 所以一分底 因為我們剛才抓到單身貴油差不多一塊兩塊半 所以一分底剛才賺五千到七千五 一分底 貴油的 像你若是高加工唱差不多這樣給你賺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說你還要負責拼 你想4塊半的一個成本 我們最高賣就27塊 代金賣27塊 這當然是從來沒有遇到過 20幾年來 你實在好運20幾年來剛才最高 剛才給你賺到4塊半 一斤剛才賺二十二塊半 一分底剛才五千代金 一分底剛才賺十一萬二 一分底 靠到那個又是十一萬二次賺 一家賺就是百一萬 一家賺就是百一萬 你用一百萬來算一家賺就是一百萬 十家就是一千萬 十家就是一千萬 所以如果尊公有那個 但是你有可能投資賺這十家賺就二十八塊 二十七塊二十八塊 沒有啦 沒有那種的 當然在說都說得最好 我記得在9年11月1公斤三塊四 1公斤三塊四 每1公斤3.4塊錢 剛才我們跟你說過 掛爪是怎樣 掛運費 1公斤要七塊半 這樣是怎樣 這樣就是表示說你拿15000塊 種菜 拿這些錢出來 這些菜種前的開月後 拿15000塊 拜託人說你自己賺我的隔壁菜 所以這要算一下 成本上是沒錢貴 是問題你可能是自己的工 不要種太多 分配 尤其若若人 你若不是種這個九工廠 你要分配 就是說 一禮拜還是十天 這樣分三四配 三四配在做的時候 比較好做工作 我們這樣做過來 還輪回來 做這樣讀的時候 也不用做回讀 所以這樣起來 就有這個機會 所以 剛才說到就是說 在這個三塊 如果是出現三塊半 這種的公斤三塊半 這種的一個價值 剛才不用負 因為紙巾一塊 一塊兩塊半 最小的 一般我們在台北 要打賣 差不多要 要兩塊半的紙巾 紙巾 紙巾紙巾加上 紙巾一塊兩塊半 兩塊半 只要紙巾跟紙巾 紙巾 毒的錢 還加進去 剛才好 所以如果花一公斤 花三塊四 一公斤 花三塊四 三塊四 三塊四 三點四元 三塊四 的時候 剛才好菜是沒錢的 我們請人送菜 去台北 給台北人吃 所以這是一個很 有時候 就是說有錢有機會 如果沒錢 沒錢是沒什麼機 就沒錢就沒機會 所以一般我們在捏 就是說 一分台 你這樣要 你把它拆起來 差不多 基本上 因為你台南是自己的 可能萬通 就有了 你如果自己的工 可能萬多 所以它就是差不多 一分台 在這個萬八 跟兩萬 這個 兩萬五 這個中間 有時候你百台 你百台 你的錢 就要算下去了 有人說 到那裡 你算一下 有時候你複起來 一年 你複多年 複多年 到那邊 都在種 所以你有時候 種的 那尾就要 去家裡 整年的 一個 這個 祖金 所以這有時候 在算這種 所以 那種 在去 軟 所以稍微 會有一點點 軟軟的 當然 如果是 去 去 譬如說如果一公斤有二十塊 如果一公斤有二十塊 如果一公斤有二十塊的話 我們這樣算起來 二十塊 如果一公斤有二萬塊的話 如果一公斤有二萬塊的話 應該還有一分之六萬塊的收入 二十塊 二十塊那些就不多 二十公斤二十塊 我不是說一公斤 所以還可以 因為它有一定的一公斤 所以你就去看 看什麼時候 這個熱量 大概什麼時候 公斤 能夠超過八公斤 超過八公斤 十塊 我們就有機會了 大概在十塊錢 以上一公斤 拍賣價錢 十公斤以上 就已經還可以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在玩的時候 就要看季節性 就要聽季節 那現在還有一種情形 遇到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 很多人 你要看 尤其在 這個塞雷 酒瓶這家家 為什麼領動中越來越多 政府的補助 他們這個什麼滾動倉儲嘛 他會去幫他補助 他的所以 他不免錢啦 他那個 去洞口有補助嘛 再來電錢有補助 什麼滾動倉儲 所以他的整個操作的成分很低 所以他的配合政府買一些 但是這時候 他台頭所是什麼淨口 淨口的菜 在裡面等 滾動倉儲 要的開始 有接有出 所以有時候 這個東西就不要說有很多事情 不能講太白了 這個 我的功德回來 這個世界都是 有一點點 這樣講好像是比較有一點灰心 因為我自己有種過五年的這個隔壘菜 所以 跟那五年種完略的時候 還不然 為什麼有賺到錢 但是這五年平均起來 就是說 我算運氣很好 所以我有賺到工錢 比工錢還多一點點 沒了到錢 但是你說有賺到大錢 沒有啦 就是純粹 但是我發現說 跟我們這個配合作業的 這個 做領動中的這個 他賺比我們比較多 所以 如果有想要來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用這方面去修客 所以為什麼 讓領動中越貴越多 越貴越多 因為那個真的會賺錢 這很簡單的解析得利 他如果是領動中 如果是不會賺錢 什麼人要去開那種領動中 要怎麼賺錢 那有機會說 現在我們這樣說 也是不負責任 有的人說你這個散佈吃消息 這個上就是這樣 有時候 這個政府要解決到這種農產品的 解析問題的時候 他不可能去碰到單一的一個 一個別的解析農民 這樣是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影響的就是一個指定的 這個動態 這個方向 這個上是這樣的一個得利 所以他們通常可以去賺到一個還不錯 所以領動中就是說 你現在是不是 把他賺一些 比如說露營的時候 因為隔壁才能平靜久 所以12月12月 會賺到一坡的一個 有可能的 白的 棒棒那種情形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會賺一些東西進來 但是他們不會賺太多 因為 在廣東那時候本來菜就很少 那麼 接下去到差不多3月 4月 3月開始 他們又開始 也開始有些靜靠的 有些 要做什麼 這些東西進來就是穩定供貨嘛 有時候遇到春雨 那個棉雨季節的時候 這些隔壁採收了不好 他們就為國外燉下來 這些東西就可以 還可以賣不少錢 熱人的時候就當風胎 所以有什麼的報告 他說今年熱人的隔壁菜 可以去種 因為鎮靠的賬 他們過不來 漸時這個中間鎮靠要進來 這個你去看 這個 外南也好 因為我們很多是都外南來 進行有的說 為韓國進口隔壁採 有哦 這有 這韓國的隔壁採 都在廣東那邊 跟內蒙那邊 他會過來 再來台灣 再來台灣 他現在就是 他那個就是 貪 我們高山早的做會 因為山頂如果是剛才出事 出漏風 什麼山頂隔壁採 他爭的不來 他們這些 韓國的這個就 就漸到這個外地 他就去賣到這個合格 現在這杯賣完之後 他就開始進外南海 要來當這個 當熱人的一桌 賭到菜茄 因為隔壁菜是菜王嘛 他炒下去比較不消 他不消不減 所以有這種的這個優勢 所以他們會去 林鄧町 他會去 他會去賺一些 然後當地 當地買一些 政府有補助 補助電子 所以當地買一些 像是德索 他是拿進口的 進來放 冰 冰隔壁採 或是承揚 這種的放 他們的 稍微去做一下 這個調節 這樣能從 價格好賺錢 比你在賺錢 比較好賺錢 但是今年 有一點 我沒有什麼 今年 我個人這樣看 不知道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 討厭 一天 跟 一位朋友在說 他們在家補 說你這樣說 改善有得利 但是 我如果有錢 這樣準 我就來買採券 就好 是不是 這是說 我們在一個專業的判斷 裡面 是有這種的 這個 這個工具 所以今年 若人 這水 繼續 高的菜 比較多 因為他們也 去推斷 這個賺口比較少 但是 現在很多人 他也沒有 三家去 去 因為 他發現說 奇怪的 原地 都來 跟我們 拿 菜 這些 那些 那些 都不思議 這種疫情有關 就是說 我們 我們出門 吃飯的時候 就不要說 別人 跟電台 跟我們出去 我們每次 都 拿多少錢 都 都 塞都 去 郭 saga trans 我們 전 電階 的做法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吃都吃比一般的理性团 吃得好 一出一顿 不好到回头去 但是你看 如果吃两顿 可能吃什么两顿 里面都有隔壁菜 多数都会有 多数都会去擦隔壁菜 因为他们怎么不擦英材 英材一大份擦 才会继续一顿 你不知道当时要来 我就一个人在 还没办法大厅就会擦 英材大厅炒不好吃 所以他们通常都会用隔壁菜 隔壁菜没炒 我炒菜会放在 待会人家要再吃得很好吃 这炒八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近年如果人的隔壁菜 是有这样的油性 所以屏東有一个最大的油性 就是屏東的厚子 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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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厚子厚子 你就会先准 可以准准一水 但是这水最不必顾 这水对面堂来说 刚刚这个时候 准下这个最不必顾 真不必顾 所以你在算的一个平静 因为你 算到的这个平静 可能就是要尽量 就要找这种耐热 很强的 就是专门在做隔壁 人家在用的这个日子隔壁 营姆鱼 这一点下风 这种的 还是台中鱼 台中鱼 算是已经是一个比较耐热 但是这个时候 你刚刚刚对到全台湾最大的时候 到在採取的时候 刚刚很大招 也是很难过 所以 可能台中鱼 你要考虑一个这样 这是我个人一个 稍微的意见 这让你稍微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 大家去考虑 但是 如果做一顿 应该是要尿了 不太密 就是说 一分钟 你大概就是尿了2500 你按2500 要尿了 就是说 全部都没有去 夫妇的 都像这样 2500 这个 应该是不太坏分了 因为你不是台面状在做的时候 应该是要个还好 但是就是说 这个平静 你一定要选好 这个时候 就不是在选好吃的 这个时候 就是在拼那种 不买吃的 刚刚那种 不买天的时候 药材 有一个 如果留学 还是这样的 这个学校 他们要用 这家没给你买 马赛也要买 他也是 都有一种 基本上 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应该是还OK 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 一般来说 是这个情形 在那 可以去尝试看看 可以去尝试看看 我感觉 对我来说 如果我要做 我会先游两洞窟 如果做就没说 如果没有做就一定要有洞窟 这个洞窟 你要想办法 去尝试 有一个洞窟 在那里 在钓桌的时候 在差很多 这个 任何一项 行业 都是很专业 包括人在洞窟 在经营 或者看起来 很简单 但是 其实这里面 应该有很多 这个美美格格 任何一个 这个时候 都有人贪到钱 这个经济更好 就有人了解 了解 经济更差 也有人贪钱 贪家 社社教 所以这个规定 里面 我们怎么去经营 我们的这个 因为 農民 基本上就是 一个 说得更好听 就是说 我们就是一个 小型的创业 微型创业 就是说 这个消息 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改端 但是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都一直认为 说 销售 其实基本上 都不是问题 就是说 你种出来的 这个东西 是不是 你的销售 是什么 你 要爱的 你出来的 这个东西 是不是 符合设定的 这个需求 如果是市场需要的 怎么需要销售呢 我那时候 在乔摆的时候 又在买 一斤 一斤 大斤 22块 27块 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要销售 你的烦纳在行人 在等你 天下不降 他就在那里等你 他知道你有 就在那里等你 我们这样 伴上的 那些年轻人 回来 那些年轻人 回来 说 没有 没有 有人要来 跟我们投毒 我说 你那里等你 还要去 跟我们投毒 没有啦 哦 有的 整个台车 停在那里 说 有载工 没有 没有 没有载工 没有载工 你是在烦恶什么 这可能 要来 等 要来 跟我们购菜 有载工 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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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种 好处 这个 这个 高半月 这种 那好处 有法度超过两星期 代表 那个天气 很坏 那不用高兴 絕對是没东西 堂买的 这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考虑 看看他 谢谢啊